另外一个内容 例如说订单好了 订单 请问一下 订单这里面是不是有销售额 可是它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折扣 那所以 所以这个值 我们先来观看一下 这个地方 销售额 折扣 因为有的有折扣 有的没有折扣 所以真实的销售额是多少 对不对 这就值得我们来去研究了 真实的销售额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真实销售额怎么做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不是点这里面 点这里面 好 假设我们算 真实的销售额 所以反正就是新增资料 资料行就对了 你看 在这个地方 这个资料表 这个资料表 我是不是希望在右边 在最右边 我新增一个资料行 所以 游标移到 订单里面 随便一个 然后 新增资料行 那这资料行 应该叫做真实的销售额 所以 真实 销售额 真实销售额等于什么 这个销售额 对不对 所以我们呢 怎么样去呼叫 这一栏 现在是不是就一个重点了 就是我要知道说 哦我要用哪一张资料表的 哪一栏 这是一个关键哦 请你不要忽略了资料表 因为这边你是不是要先呼叫 订单里面的资料栏 所以先输入一撇 可是 有时候哦 有时候 当你输入这一撇 一撇在哪里 Enter的左边 有一个一撇 然后 如果出不来 如果出不来这个东西 因为出来这个东西 是不是可以上下方向 进来去做选择 对不对 记住我教你的方法 一定要用选择 因为打字你会漏打 最好是用选择的方式 所以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点选 用上 可是有时候万一 这个没有跑出来 长这个样子 万一啦 好 我教你个小Paybook 因为真的有可能 他非常吃我们的记忆体 所以按一下空白键 然后再往前 他就会出现了 好 这个小Paybook 真的 你们一定会遇到 好 等一下就会有同学 几台电脑 就会遇到这种情形 就是打了一撇 对不对 这个东西没有跑出来 这个相关的 订单是不是相关的 好 这个栏位名称 资料表名称没有跑出来 这个时候呢 你就按一下空白键 然后再往前 backspace 删除 他就跑出来了 好 接下来我是不是要选 订单底下的什么 销售额 然后 tap件 乘什么 乘 乘不要忘记了 光湖 光湖 一减 一减 折扣 折扣 所以现在是不是要选择这一个订单资料表里面的折扣 所以 一撇 订单里面的折扣 TAP键右刮骨 这是不是就是真实的销售额 而且用什么新增资料行就做出来了 好,记得按一下Enter键 然后我们去看最右边 最右边是不是每一笔记录 它都有算出来 例如说这个125.44 这因为没有折扣嘛 所以就125.44 那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 是不是可以帮我算一下 都没有折扣,有啦 有啦,绝对有 好吧,那我就直接排序一下 比如说有,有什么 地增排地减 地减,地减 我就把折扣排到最上面去了 你看44块 44块 折扣了80% 所以是不是只剩下8.9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每一笔记录全部都有算出来 好,可以哦 新增资料行 我就介绍到这边 这边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